HELLO 各位晚安 我是博勝 那博勝今天要幫各位介紹 是我後面這一台COSE COSE他是汽油版的 汽油版的 那他是 尊爵版的車型 那待會博勝會幫各位介紹一下 尊爵版跟我們豪華版的車型 配備 差在哪裡 那我們待會一一會幫各位做個介紹說明 那我們把機器架起來開始幫各位做個介紹 好 那我們開始幫各位介紹 我們在車頭的部分可以看得到他的差異 我們在上面會出現一個銀色的一個飾條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框框 上面會有一個銀色的飾條 那旁邊的話他是有黑色的類似鋼琴烤漆的一個 水箱護罩的一個部分 他上面是有鋼琴烤漆的一個外框 然後銀色的飾條 那這台是尊爵版的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他有所謂的360度的環境的前鏡頭 我們看得到的飾條以外 我們的前鏡頭 那再過來側面的部分呢 我們是有銀色的邊框 我們這邊有車框上面是有銀色的杜落條 跟後面這邊可以看得到銀色的杜落條 這個也是尊爵版才有的 那這一台的是我們的 尊爵版的車型 所以我們底下呢 他有360度環境的鏡頭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裡有360度環境的鏡頭 還有我們的窗框上面是有銀色的杜落條 那後面的部分呢 他也是一樣 他是 這邊 LED的燈條 LED的燈條 我們待會把燈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那後面也有鏡頭在後方這裡 可以看得到這是倒車影像 我們的倒車影像也是兼具 360度環境的鏡頭 那外觀的部分大概是看到這樣 那我把燈光的部分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台車呢 因為他是尊爵版的 所以我們的大燈的部分他是像這樣 LED的 包括他的遠燈近燈 都是LED的 那我們稍微把機器架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 他所有的燈號作動的情形 那請各位稍等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打開了之後可以看到現在是LED燈 LED燈 這邊的話有LED的燈條 還有加上我們的LED的大燈 LED的大燈 那我們把各位 我現在把燈光先關閉 我們關閉之後來講會看得到像這樣 那小燈 然後大燈 然後遠近燈 那包括我們的車款來講的話 這個是我們的LED 的 的冰冰的頭燈 冰冰的頭燈 那可以看得到前面這裡 有我們的日行燈跟我們LED燈的部分 這是我們車頭的部分 那我們到後面去看一下我們後面 他的後面差異在哪裡 那我們後面呢他是有後霧燈 可以看到紅色這個後霧燈 那這邊是我們的後霧燈他有打開了 拆過來的話我們是LED燈條 LED燈條他是很漂亮的 他這個 LED燈條這個也是跟豪華版不一樣 豪華版的話他是LED燈泡 那我們後面是LED的燈條非常的亮 兩邊都是可以看得到很漂亮 這個是LED燈條 後霧燈這個都有 然後再過來的話內裝的部分 差異在哪裡跟各位 做個說明一下 那我們 可以看得到的話他的 他本身 儀表板的部分儀表板的部分他是7吋的螢幕 7吋的螢幕 我把燈光關小一點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他儀表板是7吋的 7吋的一個數位儀表板 數位儀表板那這個跟豪華版比較不同的地方 他是7吋的7吋的數位儀表板 那如果豪華版是旁邊有一個4.2吋的螢幕 4.2吋的螢幕 這個是尊爵版的車型所看到的差異 儀表板是7吋的 7吋的數位儀表板 那再過來的話我們排檔座旁邊這邊 他可以看得到有杜洛條 杜洛條的部分 那剛剛有看到我們剛剛講的360度環境 他的開關在這邊 或多一個view 那這就是我們360度環境的開關 那我現在打開了 那我們2023年的一個 COSE的尊爵版車型他是有多環境的 有多環境的 內裝的部分可以看得到360度環境 還有我們的7吋的一個 數位儀表板 再過來排檔座旁邊是有黑色的鋼琴烤漆的飾板 鋼琴烤漆的飾板 他這些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看到 尊爵版所有的車型 內裝是有鋼琴烤漆的飾板 還有我們的360度環境 這是我們2023年所增加的 再過來儀表板是7吋的數位儀表板 數位儀表板 那目前看到這個是尊爵版所差異的地方 好 那我們下來給各位看一下他的外觀 杜洛的一個門框 字條 360度的環境 那我們這台車的話因為他是尊爵版的 所以旁邊這邊有我們的盲點偵測 把電源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可以看得到我們上面 有盲點偵測的一個符號亮起來了 符號亮起來了 那我把窗戶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這台車的話他是有配付 BSM 我們的環境 以外他上面有我們的BSM盲點偵測 可以看得到這是盲點偵測 那底下是我們360度的鏡頭 那這個盲點偵測也是我們尊爵版 尊爵版的車型才有 豪華版的話是沒有盲點偵測 沒有BSM盲點偵測的 那以上這些呢就是我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 尊爵版的車型 跟豪華版的車型差異的地方 差異的地方 那不是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這是我們 Coast 汽油版的尊爵版的車型 那大燈尾燈 他是LED的燈條 冰冰的頭尾燈 頭尾燈 那這個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有哪邊不清楚的地方 那可以在我們底下留言 那如果覺得對這款車有興趣的 觀眾們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跟博勝聯絡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囉 晚安了 拜拜